大家好 红蜘蛛白蜘蛛是月季 最常见的一种虫害 也是最麻烦的一种虫害 那么我们 在养护月季的过程中 如何预防 跟如何正确处理呢 首先是我们一定要懂得分辨 红蜘蛛白蜘蛛 还有其他的虫害 首先我们要懂得怎么分辨 大家看一下 我这一颗月季 就是得了红蜘蛛 这些老叶片 表面 出现不规则的一些 白色小斑点 大家看到没有 像粉状一样 我们把这个叶片翻过来看 底部这里呢 也是 出现一些粉末状的东西 那么这种呢 就是红蜘蛛白蜘蛛了 有些严重一点的话 还会出现有一些蜘蛛网 处理这种红蜘蛛 我们必须要有 专用的 红蜘蛛药物 它就是这种 乙满座 因为红蜘蛛它是属于一种满虫类 所以我们必须要 用这种砖沙满虫类的 蜘蛛做 我们对水拿来给它喷湿叶片 同时呢 要浇灌根部 因为红蜘蛛它也会躲到这个土壤里面 所以呢 我们给它喷洒 浇灌根部 像这种情况的话呢 大概 三天给它使用一次 大概连续使用三次 这样就可以了 那么作为新手 养月季的话呢 推荐大家 用这种月季卫视 因为月季卫视呢 它里面分为三种药 一种是中文杀红蜘蛛的 还有白蜘蛛的 一种呢 是杀吉他的一些小害虫 还有一种呢 是杀普通的一些虫类的 比如说 满虫 牙虫 等等 或者是小飞虫 还有一种呢 就是杀菌的 因为月季呢 它也是 经常 得一些夜班病 那么也是要 做预防的 这三种药 我们在夏季这顿时间 高温这顿时间 轮流使用 大概十天 给它使用一种药物 轮流来给月季喷洒 搅灌根部 这样才能保证 很好的预防 病种害的发生 平时预防的话 我们 就是把它放到 通风良好的地方来养护 太阳强烈的地方来养护 同时呢 要给它 多浇点水 保持这个土壤 干透焦透 因为红蜘蛛 白蜘蛛它比较怕水 所以我们 遵循干透焦透的话 也可以 预防红蜘蛛 好了 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